我寫了很多首就是關於告別的歌 然後這首歌是 就是我覺得寫給這些歌的一個回答 那我覺得我寫的那些歌就像是 像是我丟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然後再想就是 他問說我該怎麼走下去 我該怎麼繼續的走下去 然後 這首歌就是我想像如果媽媽還在的話 我覺得他看到現在的我 看到我現在經歷的一切 看到我對所有事情的懷疑 我覺得他可能會給我這樣的答案 祝你的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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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幹嘛 不是說我好麻 她會很緊張欸 妳很緊張是不是 比較緊張 要選任 好,選任 我好,等一下 我都沒幹 好,就是希望,真的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真的 好好的,然後第二個就是希望我接下來做專輯順利 好,就這樣,現在是很出現的,就這樣 這有點痛的感覺 好 出來了 他有點忘記我想幹嘛 欸好 那我繼續 我繼續喔 那下一首歌是日常 對 下一首歌是日常的 所以我之前就是寫這首歌的時候 剛剛練拍真的太突然 我想要練那個 錯了 我之前就是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這首我寫給別人的歌 寫給別人聽的歌 然後 就是這首歌就是希望 不管你在經歷怎樣 或者你 正在為了什麼事情努力 就是希望聽這首歌你會覺得 有人願意理解你 然後 願意 在你身旁 跟你一起努力這樣 那我最近就是在重新聽這首歌 還有 在唱這首歌我就覺得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 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 都是天上 就是有人 就是如果有人真的 這麼為我想 好像就真的會說出 就是日常 這樣的 話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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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